私家厨房 龙躉通常在中中有特别多 今次我会加上法式龙虾叉一起煮 用于慢煮浸熟的方法 就令到鱼得特别滑 法式龙虾汁浸龙躉球 材料有 龙躉鱼肉 泰国露笋 红萝卜 白萝卜 海盐 黑胡椒 法式龙虾汁材料有 龙虾汁年头 大蒜 红萝卜 西芹 茴香头 干葱 雕草 白酒 鱼青汤 鹽 黑胡椒 忌廉 特拉底 茄糕 鱼尾骨 蛋黄醬材料有 蛋黄 牛肉 海盐 黑胡椒 工具有 松肉大脆 煲 攪拌机 火窗 隔西 先做法式龙虾汁 龙虾壳排在已经铺上石子的焗盘上 放入于热至180度的焗炉 烤20分钟 拿出来 鱼尾骨飞水 捞起备用 铺度加油 加入干葱 梅香头 西芹 红萝卜 雕草 鱼骨炒香 加入白酒 鱼青汤 以中小火煮45分钟 煲鱼期间将龙虾壳放在袋上 盖上毛巾 用松肉取大力烤碎 将龙虾壳加入熬的鱼汤 加盐 黑胡椒调味 将鱼汤面材料加入搅拌机打碎 令烧热油 下茄膏 加入鱼汤搅匀 再加入白蘭地忌廉搅匀 煮至微滚就成为龙虾汁 製作龙等球 将鱼放在大袋上 封口向下 用松肉取拍扁 割开袋 将鱼肉分成四份 将鱼铺在保鲜纸上 加海盐 黑胡椒调味 包成球形 将鱼放入摄氏65度的水 浸15分钟至熟備用 令将鲁笋切断 備用 在小煲中煮滚水 放入红萝卜片 白萝卜片 煮5分钟 放入鲁笋掠灑 撈起備用 冷汗打匀 隔水座热继续发芽 加入牛油打匀 加入海盐 黑胡椒 搅成稠的酱汁 将龙虾汁铺在碟底 双间放上红萝卜片 白萝卜片 再放上露笋 将蛋黄酱淋在鱼球上 用火仓消灭感就可以了 煮到刚刚熟的鱼肉 淋上乱滑的蛋黄汁和龙虾汁 完全突显了龙等的鲜味 是 如何做龙虾汁又香又浓呢 首先要焗香于龙虾壳 就可以了 我会一年四集 教大家用双龙 做不同风味的菜式 保证鲜上加鲜